威力導診你裝好這個免費版本之後啊 您稍微看一下 我們就直接進 你剛進來的時候不是有一個那個 快速啟用的選單對不對 一般我都會直接進就是完整功能就好了 因為免費版本其他的那個範本比較少 所以你用其他功能我覺得還好 我們就直接進到這邊 那你進來之後威力導診先問一下 應該有同學有用過嗎 有嗎 那我可以講你不知道的就好了嗎 基本的不用講太多 基本的第一個你要知道就是要怎麼接而已 怎麼接所以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不小心就有錄了好幾段影片嗎 自己錄的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剪接的 比如說這樣丟進來 我還是強調我用比較人性化的 你要透過上面再進來我不反對 可以進來就好 第一件事情你要先了解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有時候你丟進來會有這種問題 有沒有遇到過 那你都做什麼事情 確定 反正你也都不理他 欸 有用過不能這樣子啊 要知其所以然嗎 來你看一下 他現在問題在這個 播放速度 播放速度 那我們剛剛不是一開始有跟各位問過說 你的影片那個大小 對不對 第二個其實你要注意是這個播放的速度的問題 有看到他的單位是不是叫FPS Firm Per Second 每秒鐘播多少格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問題 首先你要了解一下 我們視訊的格式 早期 視訊格是 美國的 歐洲的 大陸的 大家都不一樣 台灣因為跟著美國的規格奏 所以呢 我們用的是 29.97 就是我們用的是美規 或者是30格 一秒鐘 那麼 歐洲的 他們就不是這個 他們是一秒鐘 25格 好一秒鐘25格 我記得大陸應該是歐洲的 那另外還有各位常看的 叫電影 對不對 電影是大家都統一 24格 24格 所以 不同的 做法不一樣 所以呢 如果你要確定他就是讓你 因為 看起來好像只差一點點 對不對 啊 30.30跟29.97 不是差一點點嗎 各位 你不要忘記了 差之好理 路走遠 也會怎樣 是不是距離就越差越大 所以說如果你的影片比較長的 這個真的會影響 會造成影韻不同步 只差一點點 如果你的是短片 大概還好 可是長片就會差很多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子 不管你這樣確定或取消 其實你可以先從上面這裡看一下 這裡 你的那個專案的設定 專案的設定 你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有不同的規格 有看到我剛剛講的嗎 24 25 30 有沒有 另外現在呢有些 攝影機 照相機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在看那個 啾啾鞋 在考那一題的時候 他除了1080後面還有個60 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是標準的30的 24的他不會寫 60的表示 他一秒鐘是不是 我比較多格 那個就是有些攝影機或者是 那個相機他已經可以 錄比較多 所以他的細節會更多 假設你 應該有看過那種 稍微有 國家地平道 玩過那種叫高速攝影 有時候 子彈穿透到 把那個 西瓜打爆 如果你用整眼看 只有看到爆 但是呢 他高速攝影機 是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個過程 因為怎麼樣 他一秒鐘可能上千格 所以他可以把 很快的動作變成慢動作 你要看得到 這個 就是速度上不同 這樣了解 那我們台灣 我講過因為我們用的是 美規嘛 所以你安裝軟體的時候預設他就幫我們選擇是美規 今天你在歐洲 他就幫你選擇是歐規 PL 這樣有了解 那當然你可以去做調整 你可以去做調整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在匯金素材的時候很容易遇到問題 第二個 當你這樣進來之後 請問 如果你的時間很長的話 你要怎麼處理 找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時間走的說法 有沒有 左下角這裡 你可以這裡按 這樣有沒有 變得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這邊 有沒有說的比較小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樣實在是太麻煩 我通常都按這裡 這一個 哎不是 哎有一個他會自 跑去哪裡 我有記錯嗎 遙本檢 這個這個 有沒有一個檢視整部影片 萬一你的 因為我現在是比較短的 還好 可是你按一下 有沒有自動撐開 也就是說他會把你的整段影片 不管你是幾 幾個 他就把你撐到可視範圍裡面 這樣子我可以比較容易掌握 就是我的影片在多長 比較不會說 糟糕我的影片好 怎麼樣 很長我就要拉來拉去的 有沒有這樣比較辛苦 對不對 你只要按一下 就回來了 這樣就比較快 所以這是 第一個 那 這裡我就拉過來 這是第一個 你在操作這個時間走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再來是這裡 剛剛因為你有用過ActivePlanter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中間一個 旁邊有沒有兩個 給你選 範圍用的 給你選範圍用的 所以這個 比較沒有問題 因此呢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可以這樣 拉過來 再拉動一下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還有一個 威力導演 你看 我如果不是點在這個上面 點到旁邊你有沒有發現這是什麼 變這個圖對不對 你知道波一之後會有什麼進去 等同 這樣了解嗎 等同用下面那個放大縮小 所以這個是他跟別人不一樣 有沒有這樣就放大跟縮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你在時間軸上 第一個你會遇到的 那如果你要做剪接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播放速度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啊 怎麼調 來點到他 點到他之後 有一個 應該是修補跟加強 在這裡在這裡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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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還是工具 還是工具 你在威力工具這邊 有沒有個視訊的速度 這裡 攻起來 你就可以調整 好 他就問你 你原本的是這麼長 新的要多長 有沒有 再看一下 這個位置在哪 在工具裡面有一個叫威力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速度上的調整 點到這邊 你就可以來這邊 按一下 你可以直接調整這個 百分比 有沒有 這個 速度的 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看看 這樣 知道位置了吧 確定 當然速度調快之後 我想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影片會不會變短 會啊 你當然會變短啊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是調大概12倍嘛 所以我們的 整個影片的長度 沒關係有再按一下 現在只剩 6秒多 只剩6秒多 這樣 基本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